鬼赛导演刘家昌之子刘子谦 近日推出新专辑都是爱销售成绩亮眼 为了感谢歌迷们的支持 将于8月23日举办庆功演唱会 19日刘子谦提前来到排练室练唱 彩排中他一时兴起摆出各种搞怪的表情动作 大玩吉他 逗得众人哭笑不得 其实自己在家里私底下演唱会很搞怪 搞怪跟玩音乐的时候 就可以把全部的情绪跟感觉感情都放出来 是的 那那个这次演唱会上 大家会看到这种表演 应该是会 快快一点的歌曲应该会 刘子谦透露演唱会上 还将邀请在专辑中合作的童星小小斌站台 对于小小斌的戏剧实力 他廉价赞许 但就笑言 两人首次见面时 自己好似变成了怪叔叔 吓哭对方 第一次见到他 他是在我在录音的房间里面 他在外面 然后他就 他爸爸在上面停车 找停车位置 那个时候他就在 就哭 然后想要找爸爸 然后爸一来的时候 他就不哭了 对对对 那所以自己对哄小孩子 没有很有办法 哄小孩子 他好像是看到陌生人 他才会哭 所以这个哄小孩子 我有试着哄他 不过 对 这个他还是他爸 这方面比我们 比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心 对 除了演唱新专辑歌曲外 刘子谦自爆 演唱会更会重新诠释 歌神张学友 及周杰伦等前辈的经典作 希望给歌迷带来惊喜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